I'll wait you see 這個韓服化的牌子呢 牛肝菌 牛肝菌麵 超好吃 超好吃 他們剛剛是不是有講他們那個 漢堡肉是他們自己做的 對 醃製的 哈囉 歡迎來到野路看店 我是露咪 我是小野 我們今天有一個特別來賓 就是我們的肉 大家好 我們今天是來錄肉來貢的節目 剛好就來這邊蘇曼小姐 我們想來吃很久了 我們就錯過兩次 都已經跑在這邊了 沒有開了 所以今天都是第一次 然後肉也是第一次 對 我也是第一次來 那我們剛剛已經點好餐了 就是餐點都是老闆推薦的 對 這裡是在市政府捷運站附近 市府捷運站 對 走路大概過來 差不多五到十分鐘以內 會到的一個距離 那這邊的環境 很美耶 我覺得它真的有當網美設計蠻多 可以打卡點的地方 它有很多地方可以拍照 有畫牆啊 然後燈飾啊 還有一個很漂亮像巴黎鐵塔 對 我們就期待它的餐點 冷餐點過來 期待 餐點都到齊了 那現在稍微講一下 我們點哪些東西 這個 這個很浮誇的盤子呢 是 牛肝菌 它扁麵 然後這個是西班牙燉飯 超漂亮的 超好吃 西班牙燉飯 其實他們這邊的就是點餐率前幾名的 這個漢堡呢 是 豬排堡 他們剛剛是不是有講他們那個 漢堡肉是他們自己做的 對 醃製的 然後這是老闆娘招待的前菜 招待的前菜 它聽說是這間必點 舒曼小姐必點的開胃菜 叫柏根地酒醋野譚菇 這一盤沙拉是佛羅倫斯莊園沙拉 我們先從老闆娘說必點前三名的前菜開始 它的菇菌很多 聞起來很明顯巴薩米克醋的味道 對不對 它應該是糕 巴薩米克糕 嗯 這是糕狀的 嗯 我很喜歡它上面那個口感 那個粉嗎 對那個粉 黑胡椒或什麼在上面 吃起來口感還蠻豐富的 它這個醋的味道不會太重 嗯 所以它可以 蠻溫和的 所以它開胃菜 真的它叫開胃菜 就是會先讓你暖暖胃的意思 開胃之後就是沙拉了 對沙拉 它裡面真的很多耶 對它裡面的料很多 吃起來口感很豐富耶 這個炸豆包好香喔 很多沙拉吃起來很單調 我兩個好像吃生菜一樣 它這個很多層次 我蠻喜歡看這個豆包在裡面 我覺得很暴龍點心的效果 而且要多一個口感 欸沙拉跟這個開胃真的 會餓 會餓耶 反而現在更餓 就想說要趕快吃主餐耶 它牛肝菌的味道跟 牛肝菌味道很突出 跟它那個 它是用燕麥奶弄對不對 豆奶好像是豆奶 它搭配得很好 沒有說很厚重 因為我最怕的就是 奶味太重了 對 有些搭配不好的 那還會很重 喔你吃一口就覺得挺了 完全把牛肝菌都被包蓋掉了 它是保留牛肝菌的本身香氣 很好吃喔 這也是他們的招牌了 這個不得了 這個不得了 萬眾矚目 目前有看過長得 就像西班牙燉飯 對 因為如果是昏的的話 基本上樣子會超過像這樣 真的嗎 對 就是那個套圖跟干貝 真的 剛剛有提到喔 它有附兩個檸檬嗎 我們要先吃原味 對 跟我們再撒一點檸檬 它說味道不一樣 重 這個是重 欸燉飯最怕就是太口 趕快來吃 它有點骨發的香氣 西班牙燉飯 冰麵 它是很衝擊的 你第一口下去就覺得 欸好吃 欸 它有那個口感欸 它口感有多出來 嗯 它滑汁不會柴 太Q的 發現它杏鮑菇也是 稍微先乾邊 對 就煎過 煎過 現在加了檸檬 我們再來吃吃看 加了檸檬的西班牙丼飯 吃進去之後 有一點檸檬的香氣 然後到尾鏡的時候 它會幫你解皮 就檸檬的酸味會跑出來 然後就會在你嘴巴幫你解掉 你不要怕說加太多味過酸 超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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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來品嘗我們今天的最後一道 酥大豬排堡 好喔 經典酥大豬排堡 我們剛剛已經分食好了 對 那裡面還有酸黃瓜欸 嗯 它這個漢堡排肉很大塊 很厚 很厚 我覺得跟蒸的肉沒什麼差別 它造來的很酥脆 對 豬排堡本身就很好吃 所以它口感會更緊實 更扎實一點 所以你才會說沒有分別 因為它不是那種軟爛的那種漢堡排 它因為炸過所以外皮很脆 比較硬 所以你整個口感下去是扎實的 我覺得它這樣蠻點綴的 嗯 而且它雙黃瓜是小小的碎 碎粒在裡面 它因為我很怕漢堡裡面的雙黃瓜 會很重 一大塊一大塊 對 它就是微微的 就是你到尾韻會有一點點雙黃瓜的味道 嗯 來講一下大大的第一名 肉哥你覺得哪一道 喔 當然就是要給這個囉 西班牙跟飯 可是我覺得這個第一名之外 我要另外給這個豬排 嗯 你要往前提一點 其實我本身如果我帶來 我還會想要一直吃的話 我會選麵 喔真的喔 為什麼 因為我蠻喜歡吃義大利麵的地方 嗯 然後 它真的不會膩 嗯 然後牛肝圓味道香氣很足夠 然後我也喜歡吃寬便麵 所以我覺得我會給義大利麵 我喜歡這個 喔真的喔 嗯 欸我沒有誰過 其實我不是很喜歡點漢堡的人 因為我喜歡吃麵跟飯 如果它來豬排飯我不一定會點 我可能還是 因為沒有那個醬 因為它有這個醬 然後有漢堡那個麵包 再加生菜 搭起來 搭下去的時候是很過癮的 可以 喜歡 真的蠻喜歡的 今天的舒曼小姐就介紹到這邊 主要它就在市政普捷運站附近 然後開車旁邊都有停車場 很方便 因為我開車來嘛 所以這邊停車也方便 那它這邊結帳方式可以收現金 也可以收電用卡 然後餐點都可以share 我覺得這點也不錯 就是 大家點一起吃 因為這蠻適合聚餐的 對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介紹 那這幾道呢也是 老闆跟老闆娘就很推薦的餐點 那當然 我相信一定還有很多其他好吃的東西 如果我們沒有吃過 那如果你有吃過舒曼小姐的話 也歡迎在下面的留言告訴我們 你們吃過哪幾道 然後你們很喜歡的 很推薦的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你們這邊朋友記得把我們訂閱還看起來 然後不要忘記追蹤我Facebook、IG 然後肉 the pocket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 好吃 真的好吃